Share一下 好了可以了 那您share 我把时间交给你 谢谢Helen 谢谢周莉 谢谢Cindy 谢谢Helen 谢谢小伙伴们 好 大家线上的朋友大家晚上好 我们又见面了 因为我经常在线上 要么就是上正式课 要么就是诵课 要么就是周末的讲座 经常跟大家见面 所以我想大家可能跟我不陌生 那么这一轮诵课 其实是我们的第几轮 应该是第四轮了吧 就是去年送了两轮 然后今年有一轮 现在应该是今年的第二轮 这个我觉得 VBA加上其他的Seql 这些技能 学多少都不过分 这个因为是最主要的一个 找工作的技能吧 实际上呢 这个技能啊 在找工作的时候呢 这个看怎么说啊 技能分两部分 分两种吧 一种呢是硬技能 就是说这个你想 这个比如说 我们要去这个 真正的去解决一个技术难题 或者是能给你出一个技术问题 OK 那么这样呢就是说 哎哎哎 那么你可能要是真的要有一些硬技能 就是人要问 当场你能答出来 对吧这是一个 但光有这个技能呢可能也不 所以呢我们在课上呢 其实我的课跟别的课不同点是 呃就是一般的呢 他都是拿个slice来讲这个课啊 但我不是 我是呢 这个多重的是说让你解决问题 你看我从来不在slice上念 说这东西是什么大家回去背啊 从来不这样讲课的 我讲课是什么呢 就是说呃 我直接告诉你 这东西在实际工作中在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不是讲数据吗 OK 他怎么去帮助我们解决数据方面的问题 OK 主要是讲这个 所以你说他有多少formular 老师说这个公式有好多种做法 呃我不管 我只讲一种 OK 但是呢这个行之有效 他能够把问题解决就可以了 OK 好 那么实际工作中呢 其实或者面试包括啊 呃很多情况下 其实他不是光是考知识 其实主要是考动手能力 就是考你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你要 你只要能出来一种solution 基本上就可以了 啊 嗯 在我呃 刚刚准备上线的时候呢 收到一个同学的喜信了 应该是蒙特利尔的这个人 然后呢 又check reference了 我昨天呃 这个周末给他发发过去了啊 然后他说今天已经发出去了 然后对方呢可能要明后天吧 或者check啊 应该是个挺大的这个呃 运输公司吧 呃 嗯 就是呃 在呃 应该什么 好像我记得这个人是蒙特利尔的 你没事 嗯 就最近呢 反正好消息不断啊 这个刚才呢小张也说说我是这个挺忙的 因为一直在呃 呃 呃 确实是也是事挺多 然后呃 我们这最近的项目也上的挺多的 所以 确实也没有太多时间啊 安排很多时间跟大家交流哈 那今天呢 我们就是开场 然后呃 简单做一个介绍 然后我们就开始给大家介绍后面的内容啊 呃 刚才校长已经跟我说了呢 这个已经把我情况介绍完了 那么我们整个这个课程呢 呃 大概是我开个头哈 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呃 呃给给这个people呢 那么new 就以扫 注意这个new加了斜线 并加了红色哈 这个new是相对的 也就是说你可能会听到一种不一样的用法 这个以扫 那么这个呢 可能你以前呃 呃 做一些基本的计算呀呃 呃 做一些基本的简单数据处理呀 但是这个这个以扫不是 我们讲的以上呢 直接突出 就是说 你怎么啊 通过这个一系列的手段 从简单到复杂 最后呢到各种难题 OK 他可以帮你解决掉 从手工的到半自动 最后到自动化 OK就是说呃 既能够提高准确度 又能提高效率 同时呢 又能够给你封装一个实际的应用的例子啊 这个整个的课程呢 它是按一个小的project打造出来的 所以呢整个课程结束以后 其实你会发现 从头到尾你做了一个project OK 好 那么啊 因为是送客 所以呢啊 我们大概比如说啊 视频呢啊 这个就可以放 然后但是这个PPT呢 一般啊 包括数据啊 demo的data啊 我们一般不会提供啊 因为这个 因为这是送客啊 就是免费只是给大家介绍性质奖 但是即便这样呢 这个送客当年我设计的时候啊 就是大概两年以前设计的时候 这个课我花了很大心血 就是说 尽量呢 跟我的正式课不重别 而且又对正式课是普通 而且呢 这个使大家 不管是入门呢 还是有一点以效基础的 其实你都能够 获取到新的东西啊 那么这个课当年 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去打造这个课程 好 那么就是啊 从我们以往的这个情况来看呢 每一期反正人员都是啊 这个对这个课程反正反响很好吧 那么大家都喜欢听啊 就是说这个情况 有人听了两遍 还没听够啊 这个 那么就 那么一直在跟着我们再上 其实这个课呢 隔一段时间我可能也会添加一些新的内容啊 但是 目前呢可能也太忙了 确实升级的速度也慢一点啊 好 这个 那么整个的过程呢 从基本的以扫入手啊 就是介绍基本的以扫的能力 那么这个以扫呢 我们不是说像一般说 一大堆slice 然后有一大堆公式 一大堆报表 大家回去背短是吧 不是这样 我就告诉你 就这件事 你用什么手段把它解决掉 好了很简单 对吧 至于说的你有 你找了找了这一种技能 那么他 surrounding 可能有十种 或者五种 不同的不同的方法 那你再去研究就行了 你有了这个sense 那么你剩下的就是 接触一些不同的东西 然后呢 再看一些不同的不同的这种方法 就是了 但是他的idea 所谓说我们说的逻辑是一样的 好 那么基本的呢 他的管理的手段呢 下面是说怎么样管理data 怎么样计算 产生report 产生这个各种的图形报表啊 然后呢 这个处理这个数据 让它变得自动化 就是说效率又高 又能够处理动态的这种情况 动态情况有很多 比如说处理的文件 文件格式不一样 文件的名字不一样 然后文件的location不一样 对吧 这些都是经常碰到的问题 所以这些呢 你手工做不了 因为你手工 你只能今天是这样 明天是那样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自动的手段 来把它做出来 而这个自动化的这个 这个纽带就是vba OK 这个是以扫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掌握不掌握vba 是衡量你以扫水平高低的一个分界力 就是说你如果你不会vba 你以扫最多是intermediate 最多是中级水平 你用的再数 你也就是中级 因为如果你不会vba的话 总有些问题也解决不了 所以呢 那么如果你说你是senior 那我就认为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难到你 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对 那么这个有些事情呢 肯定要通过vba来做 因为它通过逻辑 通过自动化 好 那么最后一个章节呢 我们也会给大家demo一个case 就是说通过vba 在一扫里嵌套 然后它去连接数据库 然后把数据库里面的data 通过sicle query 然后读到一扫 产生你最终的报表 这个也是课程的这种设置吧 好 那么经过刚才的这个介绍呢 那么我们一共有这样一些主要的课程 第一课呢 就是今天或者是周三 两天晚上 就是一周一次看 一周两次分 分两半 这两部分讲 每一部分差不多是一个半小时 那么就是今天第一次呢 就是一扫介绍基本的 其实第一次完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做一个基本的数据分析了 OK 就是它通过最基本的这个方法 当然最开始是手工的 它重要的是介绍这个理念 还有呢大概的过程和流程 那么好 那么这个第二节课 我们就按这个来的 第二节课呢 开始讲怎样去管理数据 那么后边呢更复杂的应用啊 就是计算 然后呢我们会产生报表加上图形 最后呢 后三节课介绍vba 就是前面介绍完了以后 我们已经看到了什么能做 和什么做的不好 然后呢 手工有哪些缺陷 然后我们后三节课给大家打造 用vba来自动化 或者提高效率 或者提高它的就是 就是封装和这个适应的能力 另外呢就是它可以接触更多种类的数据 那么就接触数据更多 所以这些自动化的东西 都是靠后三节课的vba给大家介绍的 好 那么基本的开场呢就是这样了 所以呢 那下边就是我想 请大家后边enjoy这个 今天的第一课的第一部分 好 好 大家周四的晚上好 我们又到了这个一次的 这个一次的 这个送客时间了啊 首先呢 跟大家表示歉意 上周呢 因为紧急的加班 情况 所以也没做成 这个 我估计很多人翘首以待等了一周啊 就是看今天的收官之座 所以我们呃 呃 定不负大家的期望 OK 今天这个一定大家不会 不会 不会失望 呃 那么是一个非常的 呃 令人呃 惊喜的 并且呃 这个非常的 令人振奋的领节课啊 应该是 我们的资料呢 不少 120页 将近啊 所以我得抓紧时间讲 OK 嗯 那么 我们会把每节课要讲的内容 提前发给大家啊 所以大家还是要争取加入到我们的正式群里来 加到正式群里来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会呃 拿到 比如说我们刘洁院长 刚才已经给大伙介绍了 他的第一节课啊 这个是讲什么 他第二节课是讲什么 他第三节课是讲什么 这样希望呢 就是我们正式学员群呢 正式的学生能够呢 干什么呢 能够呢 提前的就是做一下预习啊 就虽然我们这个呢 说白了也是一个送客啊 但是我们仍然呢 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 这个就是提前预习 希望大伙能够学好 然后慢慢可以走到下一步啊 呃 就是刚才有学生问到说 校长你那边走的特别快啊 就这是一个台阶 就是大家如果说 哎我要学数据分析 他的台阶就是这样啊 适合人群从零基础 excel是适合所有所有的人啊 然后再另外呢 就是这是技能 就是中高级的数据分析师 再另外呢 这个是这个数据工程师 这是大数据 这是数据科学家 好吧好的 那个 那我们继续把时间啊 这个这都是我们的数据的老师啊 这个把时间交给我们 刘洁院长这边啊 就是院长 刚才大伙感受到院长的个人魅力啊 这个院长其实他的理念是什么呢 这就是他最重要的一个理念 就是呢给大伙带来呢 这个数据实习基地 覆盖50个不同 就是把学员获得真实的工作精力 可靠的reference check啊 这是我们这么多内推的学生 这是每一个找到工作的学生啊 对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是我们那个7月14号 对这个刚才有学生 这个想说进这个群呢 刚才7月12号和7月14号 这个周三啊对不起 这个周三的那个zoom id呢 这个周三的zoom id 大家有问题在chatting里边 这个敲下来 我们刘洁院长会给大家答疑啊 那个这个周三的zoom id 这个周三的zoom id 对好吧 那个就是周五周六啊 这是周五周六的 这个整体的安排啊 好 好 那我们那个 高伙伴如果不知道的话 这是唯一的议题 刘老师本人亲自在直播间出现 哈哈哈 下一次我们就入播了啊 刘老师 放入播 好的 接 好 那刘老师我就把我资格mute交了啊 好了 那我就开始了 嗯 OK 那我们现在呢 就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课程 好 这个 大家 周四 周四啊 大家周四晚上好 我是刘杰 姓刘啊 大家叫我J 叫刘老师 都可以 没问题 啊 叫呃 然后呢 这个 我们是这样的 呃 今天呢 是送课的第一次课 呃 跟校长呢 一直在协商哈 就是这个送课呢 我们是怎么样来送 最后校长 呃 铁定心来说坚持 一定要完整的送一个真正的 这个送课哈 不要去放以前的录像 那我也同意 所以呢 我以前有过一个送课 但是比这个短 是八小时的送课 而且呢呃 呃 讲的就是东西比这个要少一些哈 少得多八小时嘛呃 实际上最后讲完了有十多个小时 OK 因为每次都是四小时一次 每次都讲的差不多将近六个小时 但是呢 这次送课呢 我们是基于那个版本 再加上我真正的已造的这个正式课程 那我们结合了一个新的版本 所以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呃 这次课程包括每一页的slides 包括我们上边做的演示 我都是重新做过的 重新设计一遍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次呃 呃全新的课程呃 呃就是送整个的二十小时 好 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呃 呃我想刚才校长已经介绍了 我们大概已经认识了哈 我也不用再多介绍了 那我们就直接呢切入主题 因为今天是送课呃 呃是算是正式上课 所以我们我自己不做任何课程宣传 OK 我们就直接呃 咱们就是做什么就说什么 那今天不是送一扫吗 那我们就直接讲一扫 OK 呃 那么 这里呢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 一会呢我来打开这个slides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但是后边我会介绍 大家怎么获取到资料 虽然送课 但是我们是全套资料都share给大家 都可以看到的 呃 这资料呢 simply包括三个东西 一个是每次课的slides 第二个呢是包括所有demo的code 是或者是有 result file 呃 包括sample data 这是第二个 第一个是课程的PPT 就是课件的4point 这个我们叫slides 第二个呢是这个所有的 我们上课用到demo的这个demo data 就是sample data 都会大家都会可以下载 第三个呢是呃 这个我们每次课都有录像的 就是像现在大家看到 我们有个录像的钮在这亮的 对吧这是有录像的 所以呃 今天录像结束 课程结束以后 这个录像就会upload到google drive上 啊 然后大家今天晚上就可以下载 对 那么你说从哪下 我会今天下课之后呢 或者在我 因为我们今天有两个半小时 ok 嗯 我一会讲一下 为什么两个半小时 然后呢 因为我们有20小时 一共7次课 所以呢 是首和尾 头和尾 第一和第七 各两个半小时 这样一共是五个小时 然后中间呢 五次课每次三个小时 这样三五一吃五 对吧 15加五是20小时 我没算错吧 应该不会 ok 对这样所以呢 就是虽然两个半小时 但一直讲起来呢 有点时间长了 那我会中间休息一下 就是讲到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之间 一半小时左右吧 我们会休息一次 大概五分钟啊 或者十分钟 呃 不会休息很久 然后我们就开始第二个小节 啊 一般都是这样的 好 那么我们就呃 正式开始今天的这个我们的第一节课 嗯 如果线上有同学有问题 我会及时作答 然后呢呃 呃就是呃 如果你愿意语音 你也可以开语音 但我觉得如果你语音呢 有回声的话 可能还不如打字清楚啊 还打字快 ok 好 那我们就开始了 大家可以随时打开你的speaker 说话 嗯 那我们就开始 下边呢 就是这个 因为大家看我的目录有很多课程啊 这个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个 我的课程呢 这个送课版 啊 跟正式的课还是有区别的 还有几个东西我们不包括 ok 一会儿我来讲一下 那么呃 那今天呢我们是第一次课 所以我的七节课的目录都在这里 这个 然后呢 但是资料会不断update 不断更新呢 因为我跟大家说了 这是第一轮课 呃 我是呃 从来也没有送过这个长度的 就是没有做过这个长度 单独送以色奥课 没有 因为我们是正式以色奥课是20个小时 但是呢 最后因为他太太专了对吧 所以我们还是想给大家呢 就是除了这个送以色奥以外 还是讲一些另外一些东西啊 就是大家会看到后面会有些其他的东西 好 那今天我们第一次课呢 呃 开始给大家看我们的slides OK 呃这个slides呢 我叫做我们这个名字呢 中文叫做以色奥精华办 但实际上我们这个英文的名字呢 应该准确的是叫做 Introduction to ESO and VBA OK 就是说 以色奥及VBA入门 OK 它是注意是and 它不是说以色奥VBA 如果以色奥VBA入门是专讲以色奥 专讲VBA的 但我们这个呢 以色奥andVBA 就是说它讲一部分以色奥 然后再讲一部分VBA OK 是两个在一起的 因此这个呃 虽然是20小时是个送客 但是我是花了把它当成正式课来准备的 呃 上过的客人都知道 我即便做一个讲座 我也是精心准备过的 OK 都是从头准备的 好很好的准备的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 alright 呃 那么这个课程呢 首先虽然是free的 但是我们经过精心的打造 那么这个课程呢 是给它的面向的对象 呃 我们是给从零基础开始 就是说你totally 几乎不懂以色 或者用一点用过 但是没有系统的了解过 也没有了解系统的学习过 OK 那么如果要是你说 我有一定的以色基础 那么这个可能这个课呢 大概要到第二或第三节课之后 可能对你会有一定的帮助了 那么前两个呢 我们假定这个audience都是 这个听众都是没有任何技术 所以我们是从最初级的开始讲起 不过呢 中间已经蕴含了一些 对后边有帮助的一些idea 比如说逻辑 比如说这个思维的锻炼 比如说怎么样去认识 这个以色的一些功能 OK 我们都会开始详细介绍 好 那么看有同学在做哈 好的 那么好 那现在呢 就开始给大家开始进行这个 我们今天的课程介绍 这个课程呢 这个课程呢 基本是说 帮助大家来了解 从了解以色最基本的技能开始 到第二个是管理数据 怎么样去操作数据 第三个呢 是怎样做计算 就是怎么样通过以色来进行计算 把你的数据计算出来 第四个 基于计算 我们怎么样产生reporting 到了reporting 其实就真正的是Data Analysis 做的工作了 就是说Data Analyst在做什么 其实最终的结果是做reporting 所以 但是为了要做reporting 那么他要了解基本的以色功能 第二 他要了解怎样进行reporting reporting底层架构 是依赖于对以色的基础功能的了解和使用 而这个基础功能的了解 是以calculation为基础 所以我们是要做计算 OK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他要做这个visualization 就是说做一些图表 做一些大家可能知道的有pivot table pivot chart reporting 也会回来给大家介绍 在后面怎么去做这些东西 然后呢 那么下一个环节呢 就是给大家介绍 怎么样用reporting 就是用一个平台来进行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跟数据计算的不同是 数据计算多数是手工的 而数据处理多数是自动的 那就基本上是automated 所以呢 这个要引用到下一个这个level的exual的技能 叫做vba OK 那么我们呢大概用一到两节课的时间 介绍vba 但不是很 不是很具体 但是他会给你一个这个完整的这样一个架构 就是告诉你怎么样 过渡到vba vba能够起什么作用 然后怎样去写vbacode 怎么样用vba 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然后最后一个功能是相当于vba过程的一个扩展 我们给大家demo怎么样去连接各种数据员 比如说连接到后台的database 所以我们给大家要介绍一些sql的东西 在exual里面怎么样drivesql 怎么样去run这个query 然后怎么样从database里面读到data 把data最后反馈到exual 然后用exual来做report ok 这个整个这样一个架构 希望这个整个一个流程呢 好整个的流程呢是这样的 ok 那么课程的安排是这样 第一节课我们会讲exual的基本基础操作 就是exual basics 那么今天我们已经讲了第一节课2.5小时 然后呢后边五节课2到6是分别三个小时 第二节课讲怎么样去管理数据 ok就是说通过这个来管理各种方式来怎么样控制数据 那么第三个呢来做这个data calculation 就是更多的介绍一些细节 这个细节里介绍的更多一些 ok那么第四节课会介绍reporting with visualization 然后第五和第六是讲vba的 ok怎么样去做用vba来自动化整个的过程 然后后边呢我们是讲vba 怎么样去来做过程控制 怎么样让它自动化 就整个把整个process自动化起来 那么第七个作为一个vba的扩展 我们给大家讲exual怎么样跟后台数据库连接 然后怎样把数据库里边的data fetch出来做成exual的reporting ok 好这个基本的架构我想我们的课程是这样的 他这个呢是一个浓缩板 是我们平时课程的三门课程的浓缩板 ok所以这个当然有人说 最后没听够 说老师你是不是勾着我们上几个课 对吧那如果没听够的话呢 那你那我觉得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这个这个讲座达到效果了 说明你听进去 那么第二个说明这个方向适合你 那么你就要考虑是否可以进入数据这个行业 ok好 那么当然进入的信息请咨询学校 我的课程只讲课 我不讲这个 我不讲这个 就是 嗯 我不讲这个底下的内容 ok就是我不讲这个 什么怎么自行课报课呀 这些东西 那么呃 今天的课程呢 呃 我们最后呢上课的时候 所有的资料 我们已经说了 live video recording offer 就是说我所有的课程 七节课全部都有录像 这个录像会立刻上传到google drive上 这个google drive就是刚才看到 大家看到的这个目录 ok在这里 这个是online的 我现在在web上 那大家进来以后 看我第七节课 七节课的资料全部在这里 对吧 那么今天课程的资料 是我刚刚这个大概六点钟才上传的 最新的版本 然后呢底下课程资料 当然是我每节课都会把新的版本 upload上来的 那么每节目录里边 你说为什么有个子目录 不就是个powerpoint呢 不一定 有的时候呢 子目录里面包括其他的demo code demo query 还有其他的文件 有些demo的文件 所以会放在同一个目录里面 ok 那么这样大家有时候打开这个目录 发现不是一个文件 可能是一堆文件 好 这个 那么第三个呢 第二个目录是sample data 就是上课我用到的数据 然后呢我们这个数据 今天的数据 只是给这节课和下节课用的 那么后边我们还会不断upload新的 data ok 是这样 所以随着我们对这个课程的不断延伸 大家会拿到更加对应的这种 这种 跟它对应的material ok 那么好 那么video呢就是这样 video现在是空的 你说怎么是空的呢 不今天我们才开始 所以今天下课以后 今天晚上你会看到有今天晚上的录像 upload到这个上面 就是有一个mp4的文件 upload上去 ok 然后google drive是这样 它要等大概一两个小时吧 这个录像就可以viewableonline 就是你可以在online上看 如果你要着急看 你说我就今天晚上就想看 那么它如果不能在online play的时候呢 你可以选择下载到本地来看 这个我们是允许你下载的 你可以下载到本地来看 好的 这是关于我们的资料的这个 这个上传和下载 那么这个这个 第二个呢是所有的propoint sample data等等 就我们都provided 那么你可以从这个对应的目录上下载 第三个是没有software sorry 我们免费的课程都一律不提供software 这个大家自己去 如果你在电脑上没有这个e-soft 那么对不起吧 那只能就是自己去找了 那么另外一个环境是 如果你用的是apple电脑 你不可能在apple上装microsoft的e-soft 对吧 这个不是一个平台 所以微软的那个office 就是不能装到 不能直接装到apple上面 那么你需要知道要做一个虚拟机 然后把这个虚拟机上装windows 你才可以才可以使用office ok 如果大家已经在家里边有office的 有windows的电脑 那么95%以上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5%没有 但是95%以上的windows 你买的时候 他一定会在这个office office里面就有e-soft e-soft是随着office免费安装的 但是office本身是有license的 所以当你买电脑的时候 你的电脑 95%以上的几率一定会在office 除了你选择说 我就买裸机 什么也不要 那是可以 但是office它一般是包在一个很便宜的价位里送给你 ok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是V1的sorry 我们不提供免费的 这个免费客 我们从来都不提供软件 然后 这个大家可以从download 从google drive上免费download 就是我们这些东西资料 所有东西都在google drive 大家可以下载 这个链接我会发到群里面 今天我们上课这个群 大家点到那上面就可以下载 然后你也可以把那个链接 你说我在手机上可以点 但是我在那个电脑上怎么点呢 你把那个点到手机上 然后按那个按住那个 它就有一个copy出来 对吧 然后copy以后 你用手机可以发email 不是吗 你连接到你的email上 用手机配好email 把它发到你的email 好 那么从电脑上就可以打开下载 可以看了 当然你说我就选择在上面看个录像 就完了 以后啥时候用随时在做也可以 那么我们这个呢 资料会一直长时间保留在这个线上 随时都可以下载 这是我们关于要这个课程资料 或者怎么获取资料 这个一些说明 那么 下边的呢 就是 关于这个 整个课程的这个架构 OK 第一节课 我们今天讲什么呢 今天讲第一 讲introduction 就是关于我们自己 我自己的情况 还有我们上课的这些内容 OK 我们简单的 简单的回顾一下就完了 不很复杂 然后呢 开始我们切入主题 讲什么是以扫 先认识什么是以扫 然后以扫里面最主 最主要的 用来handle data的 这几个东西都是什么 一个叫workbook 一个叫worksheet 一个叫range 这几个是怎么回事 然后呢 这个 以扫有没有数据类型 什么是以扫的数据类型 它都能handle哪些数据类型 OK 另外呢 就是这个 怎么样去这个 这个使用sample data 然后呢 我们就在这个中间的环节 开始就开始讲sample data 就是怎么用通过sample data 开始做report OK 然后呢 我们开始进行我们的第一次的这个计算的尝试 然后这个计算的尝试做完以后 其实我们第一步的reporting 已经基本上可以做出来 OK 然后我们告诉大家 怎么通过figure data 最后把你的这个eventual的这个report的结果拿出来 好 那这样呢 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内容 同学们呢 有些可能我看有些同学在发问题 我一般是看一下 如果有紧急的问题我会问 但是如果没有呢 就没办了 OK 有一个同学在问 VBA代表什么 这个Claudi这位同学说了一个 其实 没有很全 他应该是这么说的 OK 他叫做 我这个 看似反了 VBA代表 sorry VBA代表 VBA代表 Vis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 OK 是VBA的简称 Visual Basic呢 Visual 大家知道吗 Visual Visual的东西都是微软的产品 就是 微软它做成了windows以后 在Windows上开发的 所有的可以进行开发的 二次开发的这样的平台 它都叫Visual Visual就是可视化开发 那么Basic是世界上第一台 第一种可以在V型电脑上 使用的编程语言 它伴随而来的电脑是Apple II 大概是1980年代 那个是世界上第一台台式电脑 出来的时候是Apple出来的 然后那个时候呢 它带的第一个编程语言 就是Basic 然后呢 微软呢 就是把这个takeover过来 加到了自己的Windows的 这个底层平台上 叫做DOS 叫Disk Operating System 那个叫DOS 然后呢把这个做完了 然后这个呢 就Basic就移植到了DOS上 在DOS上可以运行 到在今天为止 Basic可能还有 可能在DOS上 不过那个比较简陋 后来呢 Windows出来以后 它就做成了 用Windows里边的平台 做成了完全通过鼠标 和图形化界面 来控制的这样一种 高级编程语言 那么Basic因此得到了扩展 所以它一般呢 在90年代到2000年代 甚至于啊 最风行的是90年代 80年代中后期 到90年代 然后那个大概 我想中国大陆 可能90%以上的 前台的这个Windows的 前台的这个用户界面 都是用VB写的 都是VB写的 想当天我在 人民大学堂 做项目的时候 我们那个系统 前台界面 就是用VB写的 VB写的 VB写的 Application Application指的是什么 就指了Microsoft里边的 各个产品 比如说 For ESO For Access For Word For PowerPoint 这PowerPoint有 VSV这个有 所有的Office里边的 软件都支持 VSV这个 OK 不过呢 因为VB的这个功能 其实呢 它主要是做 这个人做的慢 或者人做容易出错 因此它 自动化以后 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比如说提高 预行的速度 提高查找的效率 然后呢 把我们的时间缩短 把流程简化 然后把我们重复的劳动 变成自动的 所有所有的这样的优势 都是跟数据有关 所以呢 你说做一个PowerPoint 你非得用VB做什么 这个意义不大 所以真正 基本上呢 VB用的场合 最最普遍的 就是两个 一个是Exalt 一个是Access 就是两个 这个用的最多 OK 好了 那我们就 这个就一个小话题吧 那么在正式讲课以后呢 我就把我自己的这个 Video停掉了 OK 因为这个 不然大家广顾着看我了 就不看课了 对吧 那我先把这关了 这个也没啥好看 是吧 老头 OK 那我就关了 OK 好了 那我们开始呢 就是 这正好有两个图片 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我的logo 好 那我们先看 Introduction About Myself 这个是 这个就是这个 Instructor是谁 大家可以呢 在这里面找到 我的个人联系方法 就是一个是这个 我的Email地址 还有一个是我的手机号码 手机号码呢 你用它干什么用啊 用它可以找到我的微信 不是吗 如果你愿意加我的微信 进一步的了解 也可以加 但我一般 如果你问我问题呢 我真的有时候很忙 我未必及时能回啊 如果你要约我时间呢 最好通过学校 因为学校呢 在统一安排 就是说 比如说 这段时间 有这个很多人跟我联系 那么他就会跟我 这个约一个时间 比如说 找一个晚上 每个人15到15分半个小时 然后做一个这个 一对一的职业咨询 这些职业规划 我们叫 咨询 不间断的会有这些活动 然后人凑齐了 学校就说 现在我上有四五个人了 然后呢 您定个晚上吧 我们给您约个晚上 然后就 我们就拿出一个晚上来 我一个一个的 跟大家去电话上谈 那么就是 主要解答你的疑惑啊 你别说 逃了以后呢 我叔叔得报你的课 这跟你没关系 就你了解疑惑 解惑了你的问题 最后解惑的问题 你愿意来报课就报课 或者我觉得你更适合上别的课 你可以去上别的课 OK 那么我本人呢 现在在安省政府啊 我是在那个健康部的 然后 我有 我的加拿呢 在多伦多啊 其实一来就landing到多伦多了 我生活了21年来多伦多 然后 对这个社会应该还是很了解的 我这个 然后呢 中间我也换了很多 这个不同的industry 我最开始是在这个一个 纯粹软件的一个公司啊 后来呢 就进到AT&T 给全美国做AT&T的支持 然后呢 又进到了这个银行 最开始是在RBC 然后底下是去了CIBC 后来呢 是从CIBC进到政府 OK 就是一直在 现在一直从 010年以后 一直在政府 做了10年 然后在维多利亚呢 教课 我是从2007年 就是开始教的 现在是已经13年了 OK 这个是关于刚才的情况 那么我呢 比较擅长的这个 这个基本的这个 我的自己擅长的这个领域呢 是第一 是跟数据相关的 我们叫数据分析 第二个是 我是本人是背景是IT 所以我对信息信息 当然还是很了解的 另外呢 我有一手的资料 做Working Appearance 因为我是一直 长年工作在第一线 OK 这也是我们自己 能够把课讲好的原因之一 这有几个因素 第一呢 我可以实实在在的 share给你 工作中 我们是怎么做的 第二个是说 因此呢 我们上课 包括公开课送的例子 都是我看到 工作中的business的人 他们是怎么用的 然后呢 我把他们的东西 演化成我们自己上课的东西 OK 我告诉你 我看到的这个 就是那天我见到一个business的人 他就这么干 就是业务部门的人 他用 比如他用一扫 就是干的这个 他用assets 就是这么做的 OK 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我见过他们做这个 有时候我们开会 我看他见到的demo 就是用这个 然后呢 我对数据库比较精通 同时呢 Bearer House 包括商业制度 这部分都是比较 都比较 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东西吧 好 那么具体呢 我主要涉猎的课程呢 基本是这样的 我们就不讲了 只是提到大家看一看 第一个当然就是Eso VBA 第二个是SVBA 第三个是Database 第四个呢 是Power BI 这个是跟Table 并降齐驱的 现在两大 最流行的reporting工具 在市面上 Power BI 是最近几年出来的 比Table新 可是Power BI 是微软的 然后同时呢 我们会涉猎到 中级以上的职位 就是Data Engineering 就是我们叫SQL BI OK 还有一个就是Data Technology 这个是跟Engineering 一个level的 不过呢 它是偏向于 更偏向于技术 我们叫Data Technology DBA 那么 现在我们就开始 给大家介绍了 OK 那么什么是Exal 好了 那么Exal呢 我刚才已经讲了 这位叫小猫猫的同学 这个slide已经在网上了 一会儿在课间休息的时候 我会把链接 Google主要的链接 发到网上 然后大家先打开这个链接 保证你能链上去 然后看到这个目录和资料 然后呢 我你就会不断的 我会不断的把资料 往上面upload 大家不需要 经过任何什么email 啥都不需要 因为这是送课 这不是正式课 正式课 我是需要大家提供email地址的 因为我们要授权给你 这个 因为正式课嘛 我们提供的资料多 比如说包括 包括这个带有软件的这个平台 包括这个我们的 online的server的 logon的平台 包括很多很多的这种 这种就是可以大家运行的 但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你可以获取VM VM游戏 所有需要的人都单落好的 然后你自己下导VM 在你的电脑上安装VM 这个对很多人来说 也是一个负担 因为装起来很背劲 那么从此以后呢 我在上这轮开始 我已经开始要放弃VM了 我们很多同学已经不用VM 那么用什么呢 我们做了一个 这个private cloud 相当于是online server 就是说你这个 比如你上去 在这一连这个server 你就可以上去了 你再也不用用VM了 直接连上去就可以 这个每一个Windows上 都在这个软件 很小的软件 叫做Remote Desktop Connection 每个电脑都有 每个Windows的系统都有 如果是苹果的呢 你就下载一个 这个软件很小 一丁点 下载以后 大概一分钟不到 就全都搞定了 搞定以后 你再也不用装什么VM 什么也不要了 你就只要把这个IP地址打上 连上去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平台 我们这个VM呢 做的相当强大 可以支持上百个人 同时使用 你看这个VM 我有多大的资源呢 有这个相当大的资源 内存有128GB 够大家 够这个十几 几十个人同时用的 然后CPU是有 CPU的Processor 有60多个Processor 就是够大家 几十人同时共享 OK 这没问题的 这是我们一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后面 有我们的数据库server 有我们的BI server 有很多很多后排的 还有一组server 这相当于一个小型的 private online private cloud OK 这个cloud非常的方便 给众多的同学解决了问题 所以大家都 再也不用去 再也不用去 下载VM VM下载要占地方 运行要占地方 所以我们这也是一个新的 一个最新推出来的 给大家彻底解决了 所有的问题 OK 这样就是解决你 所有上课的问题 你只跟着我们上课就行吧 你什么也不要装了 所有需要软件 我们在online server上 都给你装好 并且这个软件 装的都是最新型的 而且需要做什么升级 我们都给你做好 OK 你只需要一个账户 来用就可以了 这个非常非常好 然后同时呢 我的资料 视频全部都在Google Drive 你自己下载就可以了 当然 因为呢 我们正式课 比送课提供的资料 要全要多 因此呢 我们是需要你的Gmail account 来给你授权 这个free的 没关系 随便看 每个人都可以拿 所以这个是没有授权的 我只要把这个链接 发给你 你share给你的朋友 都可以 看你可以下载 好了 那我们就 下边呢 开始讲我们今天的一扫了 这个软件 叫什么名字 不是这个软件 这个server 但是这个软件呢 需要 每个Windows上 需要连接到 那个软件 就可以了 每个Windows上都有 这个Windows的软件 叫做Remote Desk 每个Windows上都有 你在Windows上 Windows上 一找就知道了 然后苹果上 by default不带 但是在苹果上 你就写download的 在苹果上 Google一下 查download 它就给你download 这个软件 非常的小 一个很小 很小的一个软件 下来有跟这个界面一样 Double Click 它砰就打开一个界面 问你你的地址是多少 你打进去 就问你 有什么password 然后你可以按一个 记住我的password 然后下次你再进去 跟我的一样 只要Double Click 一下就上 它就因为是 记住你的password了 而这个password 足够复杂 大家不能再做 OK 这些是后话了 不过这些呢 我们在这个 免费的课上 都不提供 对不起 因为不提供软件 所以我们也不提供 这个online的平台 OK 那么好 大家很向往是吧 这个是 我的课呢 应该算是 应该算是应用最新的技术 是最最最全的 在所有的维多利亚课程里面 那么我这个 全部实现上线 所有的video 包括免费的课程 送课 我现在到现在为止 我网上有30个小时 免费的 送课的资料 都是自己下载 就可以了 然后 将来今天的20个小时 如果将来7周以后做完 我又有一个20个小时的 免费送课 那么就 加上我有50个小时的 免费送课了 OK 那么 而且大家可以随时下载 它就在Google上 Google Drive上存在 随时可以下载 那好 那我们就开始讲 今天课的内容了 这个介绍完了我以后呢 大家对上 对于我的背景啊 或者我能够讲这些课程啊 肯定有一些了解了啊 我的课程呢 都是跟数据有关 它是跟分析和engineer和工程 还有技术这些有关的啊 这个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的课程呢 我自己的课程 包括我跟我上过 我的课的学生啊 cover了从中初级 从入门开始 然后到中级到高级 OK 这样的技能 它其实都有的 我们的课程 我的课程包括 所有的技能 包括所有的层面吧 所有呢 对应层面的技能 我都可以带给大家学会 而且帮助你进一步的就业 不过今天因为不是公开课 今天我们是送课 所以我不介绍过多的课程 OK 我们只是就事论事 今天就讲 就讲以上 OK 这个 好 那我们就开始了啊 希望呢 今天晚上到其后的六个晚上 加上今天晚上 一共七个半碗 六个半碗 什么 现在已经过了 差不多一小时了啊 然后呢 希望给大家一个 一个愉快的 这样一个 其后的七个碗 七个夜晚 OK 七个傍晚 好 那么就 那么什么是以上 以上呢 首先啊 比较简单的说 它是一个 是个表格状的 application 它叫spreadsheet application OK 很简单 是一个 是一个用来 用表格来进行 数据处理的 这样一个应用程序 它是个小的 一个软件而已 然后第二个呢 以上 长年占据了 数据分析的 number one的市场 这是无可挑剔的 大家今天晚上回去 现在就可以查 在Google上查一下 找数据分析 你去查一下 有多少用以上 这个我估计 大概不会 不会小于九成 就是说 大概 如果你看到 一百个职位 里面有九十个 我担保你会看到 要求预扫 OK 会遗扫 而它会遗扫 不是简单的遗扫 不是说简单 你会输入点数据 拿去像那个 很基本的 这个加拿 等于那个算一下 不是这个东西 OK 它需要你 会一些高级的技能 那么我们那个 这个课程 cover不cover 会cover 但我没有足够时间 cover所有的details 因为我告诉大家了 我这课程 其实是三门课程的浓缩 OK 三门课程加起来呢 一共有75个小时 要浓缩在我们 这个20个小时的课程 所以 其实呢 是一个 比较吃力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跟校长就说 我说你要不然 你把那课程 把那三门课 降一半降 这就是你让学校 从学生直接学吧 对吧 你这送个课呢 我白费得进 上一边课 最后学生们 还得上那个课 你说这不还啰嗦吗 对吧 那校长说不一样 咱们已经答案学生 一定要送 所以这个我就 这个只能的 就是说 我得额外花时间啊 我这个 没准备一小时的课程 我下面要花 三个小时左右 就是连做slice 再演示 再优化这个slice 整个最少 花三倍的时间 OK 所以这个很辛苦 没有办法 这个大家都是 同一类的人 校长也是 也是tough的人 所以找的人呢 也都是我们这帮人 对吧 就是说你这个 大家都得好好的 这个努力工作 因为我们也不好意思 看着校长这么带头 我们也得努力 所以这个 虽然是送课 我都是 就是精进也百克 备好了 好 那这个第二个呢 大家毋庸置疑 对 你去到现在 你去Google查 你都能查 因为这个 如果你发现 有100个 跟数据相关的职位 大概有90个 是需要会exalt OK 当然会的程度不一样 有的偏重于某一个 当然他一定会说 要exalt OK 这个是这样的 那么好 那么 这个 这个 我不是说我们送课 送75小时 是这个 是这个20个小时课 是从75小时 这完整的课程上 浓缩出来的 OK 所以呢 基本上是将近四分之一的 这个四倍的时间 浓缩成一倍 所以其实很费劲 大家知道这个 写文章最难写的是 这个后边这个 summary 对吧 summary edition最难写的 OK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 所以呢 这个exalt呢 它是 这个常年占据的 number one 这是肯定的 只要你用什么 就用这个 刚才Marie已经说了 昨天还收到一个offer 就是我们同学还拿到了 这个 现在呢 在其他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在其他的培训机构 都是 从今年二月开始 很多几乎都是 都是替光头的 没有 没有任何学生拿到offer 而我们这儿呢 到现在为止 这个人是第九个 就是在我们的课程 拿到offer OK 这个 这个时候呢 相当于平时的 差不多 就是 就是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吧 那也不得了了 对吧 那么 就是我们上一期 大概将近四十来个 五十个 差不多 那这个呢 基本上我们是 百分之十几到二十的样子 拿到offer 机率还是挺高的吧 那么 就是四十来个 这个新的学生 那么呢 四十六 差不多吧 所以这个 四分之一 就是将近 百分之二十左右 还是这个 这个拿到高 offer率还是挺高的 OK 所以 那么就是说呢 因此 这个 我们第一呢 是我认为呢 我们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其实这个远不止学个 以扫那么简单 就是你想拿到offer 远不是拿到 远不是学个以扫 那么简单 那离你拿到offer 还有相当的距离 所以那个 因此呢 我们欢迎大家 听我们的公开课 我们的公开课 从两周以后就开始了 每周六 周六下午就开始了 OK 两周以后 好 那今天呢 我们还是接着讲这个 另外呢 它是一个product of microsoft office 的产品 就是说 它属于 microsoft office 你也可以说 ESOL is shipped from microsoft office office是一个整体 你一装 它可以把 ESOL access 什么portpoint word outlook email 这些全部都装进去 它是一个家庭 那么因为microsoft 到处都是 只要你上班的公司用 公司99.99%吧 我可以说啊 不能100% 99% 一定是用windows系统 所以你上班 它寄给你的电脑 一定是windows的 在windows系统 就一定会用office 就一定会用microsoft office OK 那这是肯定的 不管你是运行在local的 还是运行在cloud上 那都是要用office的 那么office 这个就离不开 这个microsoft就离不开它 所以好 那么下边呢 就是它被所有的 就是这个业务部门采用 所有业务部门 几乎无以例外 全部使用microsoft 来处理数据 这是肯定的 当然 它会有其他辅助的工具 但是它一定会用microsoft OK 那么就是 microsoft呢 总体来说 从它的使用上来说 或者是从它的 使用目的来说吧 基本上我们 谈盖三个层面 就是总结了 三个方面 我们叫这个 three major aspects about itself 那么 itself呢 基本上三个层面的东西 第一个层面 就是它用来做数据存储 就是它是存数据用的 它是个carrier of data 第一个问题 大家先别着急啊 这个很多人着急 马上要找Google站链接 对吧 这别着急啊 我这个先上课 现在给大家看看 大家光去找那去了 就不是专心听课了 是吧 我一会课间休息再发 OK 这个有人着急 不用着急 每人都有份 OK 这位叫乔的同学 对 每人都有份啊 这个不是说的来往就没了 放心 好 那么第一个功能 就是这个storage storage功能 其实涵盖很多 比如说数据录录 然后存在文件里面 这也是以扫的storage 对吧 然后大家存好了以后 把文件互相 隐形 通过这个email 把这一扫文件发给你 打开这里面就有数据 这也算是storage 对吧 所以这些呢 以扫其实这个storage的层面很广 它包括存储 包括entry 包括exchange 还包括这个 就是什么什么 数据一些 简单的一些 一些这个 就是比如说 你说eventry也好 还是数据的处理也好 其实都是属于event 就是属于storage的半种 第二个呢 是计算 以扫用来进行计算 那么最显著的计算 可能大家听说过 accounting 对吧 以扫的最基本的 其实这个原始的设计 它是面向accounting 它为什么叫做bookbook呢 对吧 可能大家知道 还有一个名字叫bookkeeper 对吧 就是accounting 就是bookkeeper 就是说 这个记账有顾计员 然后呢 这个以扫呢 它原始把这以扫文件 就叫做workbook OK 所以 这个一看就是知道了 workbookbookkeeper 这还要有联系 对吧 所以以扫最最一开始 基准 就是面向accounting 但是后来呢 它随着功能不断扩展 随着计算能力不断增强 随着电脑系统的不断强大 那么它的作用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OK 那么 因此 大家广泛使用了 它的后两个功能 以计算 这个storage的功能 存储功能 反而变成最基本 OK 那么 什么呢 就是第二个变成了 计算和处理功能 好 计算和处理的区别是 计算 几乎是面向于 就是inside这个依扫 就是在里边做计算 而处理 是把依扫 作为一个平台 来进行大量数据的整合 所以这两个 一个不同是 计算是piece by piece focus在数据本身 而处理 focus在这个整个的流程 计算的效能 处理的效能 这个处理的 这个整个的 这个 我们叫statistics 就是它统计方面的 这种处理 还有呢 就是整个的 制度化过程 OK 所以处理 关注的是 更复杂的这个体验 当然计算 包括在处理 所以你可以看 这三个层次 其实是互相依赖的 没有storage 哪来的数据 没有数据 哪来的计算 对吧 没有这些计算功能 这个处理就不成立了 因为处理 其实是把复杂的计算 变得自动化 变得简单 所以这个处理 是基于计算的 而计算是基于 这个数据存储 OK 那么底下呢 我们开给大家看 底下 以造的一些基本的 一些效能 OK 那么存储是什么 存储呢 有很多体现 第一个 所有的数据 是以造型 是存储的 这个呢 大家毋庸置疑你到business去看 人家给你发来的数据 不管通过email 还是通过network share 扔到那个share folder上 你说你去取吧 就在那上面 对吧 你去点那把数据 download下来 那么不管是经过什么 百分之九十九 business里边 几乎全是以造型 这是肯定的 第二个 因为它 因为它用的很普遍 所以几乎所有的工具 和应用系统 都把以造型 作为它必须要支持的 一种数据格式 这是肯定的 比如说tableau 这个reporting系统 比如最新出的powerbi 当然它更有支持的 因为它是微软的 自己的 那么还有呢 很多工具 包括数据库系统 包括各个什么 它说只要说touch data 不管in and out 它一定会支持 以造格式 OK 因为这是 这是它作为一个长久 能够广泛被应用的 其中一个主要的 一个原因 因为你跟人家不兼容 人家没法用 OK 这道理很简单 好 那么 第三个呢 它是 widely connectable to所有的工具 这是刚才我们说了 对吧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这个 它可以跟 这个 可以从 从别的地方 connect来 它也可以connect到 别人那去 这是一个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可以把数据transfer 或convert 跟其他的格式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可以用来 给数据做录录 对数据做铅 等等等等 这样的工作 它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 数据录录和铅的 这样的功能 因为以造本身 可以format一些东西 然后呢 可以搅验出去 所以随着你不断在录录 它就随时在搅验 如果你输错了 马上就告诉你 这个就不错了 OK 这个都是一些 相对自动化的功能 那么 还有呢 就是business一般 都是通过 以造这个格式 去share data 这是几个层面的应用 那么今天呢 我们除了前半部分 来介绍一些基本概念 后半部分 我们开始动手 做东西 这个大家说 老师你这课程 是不是念slides 不是的 我的课程 一律都是以动手为主的 但是在动手之前 我们先做个准备吧 先得热热身 是不是 你就是跳泳池游泳 你不还得先得撑一身 撑一身筋呢 对不对 不然你跳就得抽筋了 这个我们也想 先做热热身 先做建一些基本概念 了解一下以造式上 然后我们就开始 因为这里 需要讲几个 几个 几个这个最typically 用得上的一些词 因为我们后面要讲 就要用一些词 那么好 底下呢 以造的计算功能 第一个 它一定是很容易用 如果是设计的 这东西很复杂 就没人用了 它流行不起来了 对吧 所以第一个 就要得 它一定很容易学 第二个 是它非常的powerful 它的计算功能 非常强大 后面大家就看到了 以造非常聪明 OK 我们的课上呢 在我正式的 像以造的课上 我们讲到第二节课的时候 就是这一轮啊 有同学 发了个message 在这个课堂上 发了以后 就是说 我用以造十年 他说我是这个 在accounting 然后后来又做这个 这个logistic 就是这个做什么 做物流这边 然后说 我一直用以造 我用了十轮人以造 您这个两节课 还没到两节课 已经让我重新了 认识以造 说这个让 把我的 对整个改变了 对以造的世界观 整个把我改光了 对以造认识 我对以造认识 直接上了一个层面 因为您这个讲解 这个方法不一样 就是切入点不同 OK 所以 反过来说 就是以造的三层应用 也对应了以造的三种人 就是讲以造的三种人 第一种是纯做business的人 这个人呢 他基本上是告诉你 business怎么做 但是他以造讲不深 也讲不透彻 因为他不懂技术 这个他又 他给你能讲出来 也就是他能认识到的 这个认知的层面 第二种 就是呢 这个做数据的人 这个呢 介于两个中间 他也懂一点技术 也懂一点这个 但是呢 还是那样 真正到这个 以造整个的高级应用的时候 我认识很多人 所谓教以造的人 最后呢 一问 他其实根本就不懂VBA的 不懂VBA 他自己怎么教啊 对吧 因为这个VBA是以造的 中级的这个水平 就是说 以造分三个水平 第一是初级 会数据和基本的计算 第二是高中级 会复杂的计算 就是会 你会几层迭代 几层function 这个需要逻辑了 第三层就是VBA 就是所以呢 你要是说你是senior 人就认为 你一定会VBA 你不会VBA 你不可以说你是senior OK 就这么简单 那么 什么叫senior senior是说 nothing is difficult for you 所以说 任何事都不是复杂的 对你来说 你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这就是senior 那么 有些情况是手工 无论如何解决不了 只能用VBA解决 所以呢 那么就是说 你如果不会 那么就是有些case 你是handle不了的 后面我们会看到 有些比较复杂的case 当然我们这课呢 因为是 因为是免费送课 不可能扩张到 这个正式课 那种腐杂的那个skill 但是你会看到一些影 OK 就是看到你会有一些sense出来 那么那个 除此以外 它提供了非常多的计算 用来提供帮助计算的 这个我们叫方式 OK 帮助我们优化 帮助我们更有效的做计算 另外呢 就是这个 它这个跟 就是 所有的人 所有的这个 就是各种前台的 这种数据的处理和计算 它都可以满意 因为它功能很强大 几乎你要做什么 它都能做 另外呢 就是它这个 它这个 做这个格式 说 因为它是全部 在这个线上做的 全部都是这种 就是点一点拽拽 你能看得到 对吧 这个 那么这样呢 所以它这个 做这个 做整个这个格式架构 做这个formatting 什么各种的 什么 什么take up颜色 它都可以做得很好 OK 那么另外呢 就是它可以支持 这个是最主要的 支持统计型的计算 什么叫统计型 它不是说 这个加在等于那个 它不是 它是说 给我算这一个月 各个产品 都收到了多少订单 给我统计出 前500种 收订单 收的最多的产品 上个月 OK 那么到下一个月 它又这500种 也许这500种 到这个月 跟上个月 它就有变化 这500种 不是上个月的500种 它就有变化 所以这个非常帮助 物流也好 仓储也好 你去准备会员 对不对 所以这种 包括零售 其实都是这样 会员 都有方便 给不同的人 来用 OK 那么我们底下呢 跟大家继续介绍 我们这个下边的 那么另外 就是可以做visualization visualization 就是说用图形 图示化 来产生各种数据的统计 OK visualization 是通常依赖 一定依赖 statistical这样的reporting 不然 这个你出来500 100 我们说500万 100万行数 你怎么做visualization 对吧 你给人看什么 这个没什么意义了 所以它一定是 基于一个统计结果出来 那么好 底下呢 我们给大家来看 这个第三个呢 第三个功能 就是processing 就是进行 进行这个过程的 进行这个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 跟数据计算的 这个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简单的区别 数据处理 是以批量来看待的 而不是一条一条 来数数据的 它是整批来计算 数据处理 handle的量是说 给我把这100万处理完 然后算出来1000种 前1000种 这个就是 对受大家欢迎的 这样的这个产品 或者说给我找出来 前100种 收益最好的广告 这样等等等等 这样的这样的 它是做这样的东西 因此呢 它这要求速度较快 因为它后台 dovis的数据量大 对吧 一会儿我们看到 以扫就知道 以扫呢 虽然几乎无所不能 但是有一个它不能 就是它做processing的能力不够 就以扫 其实不是用来设计做processing 它的计算功能非常棒 但是呢 它process大的数据源的时候 这个以扫 其实本身 做这个并不灵活 OK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需要 要你既懂以扫 又懂其他的一些技能 那么可以把这个 以扫用得更好 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 OK 好 这个在后期 我们会来讲这个的 那么这个后边的两节课 六七 五六这两节课 就让大家看到这个魅力 或者这个威力 OK 那么另外呢 我们就说 这个VBA呢 刚才我们讲过 什么是VBA VBA其实在后面才讲的 然后呢 VBA呢 是一个built-in的programming的 一个platform 你说这是programming 没错啊 我也没说它不是programming VBA是programming 其实以扫本身也是 它也有很多逻辑的在里面 OK 所以其实学任何一门 就是你比如说学数据 我们说数据是什么 数据是一种 是一种用来用技术 来handle的这样一种business 其实就是数据是business的体现 with technology 就是这样的 就是当你把你的business运行 基于technology运行的时候 那么它的演化出来的东西就是数据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 data is reflection of your business using technology 就是这样的 很简单的一个说明 所以数据就本身 就不可能离开technology 那么你要handle数据 你以为你跑得了吗 所以呢 跟数据打交道 一定是跟技术打交道 这是肯定的 毋庸置疑 不会技术 你是不可能有效地handle数据 OK 这是一个 那么 那么你说我还能数据 我啥不懂 我不是也能做 那现在你就停留在触及水平 所以你目不上去的 好 那么 因为它是封装在这个 VBA是封装在 以扫里面的 同时以扫是封装在 Microsoft Office里面 所以它不需要额外封装 不像其他的软件 这个我还需要装一个 programming的这样一个环境 对吧 这个不需要 VBA一直就在里面 只是你不用而已 好 那么 第三个呢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学 因为它这个VBA嘛 对吧 A呢 已经做了很多扩展和封装 所以它已经把原案的VB 变得极大的优化和缩减了 所以VBA是可以学会的 很多人都是可以学会的 当然你要经过一定的方法 对吧 那么可以经过不断的练习 不断的学习 能够提高你的VBA的水平 最终掌握VBA 那么VBA能干什么用 它可以帮助我们提高performance VBA可以把ESOL 或者你自己手工算 算几个小时做完的一个工作 一个report 比如说吧 今天早上老板给你150个文件 你给我产生三个report 你去做吧 这个我估计你把150个文件顺序打开 把数据都整合好 把这个想要做的formaline设计出来 这个计算公式设计好 我估计上午不一定够 然后呢 你要做这样的30个report 我不知道你怎么做 这个report 这个估计得做好几天 那么你要用VBA做呢 一个小时之内 保证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完 就是用VBA可以一个小时 把你几天 几十个小时的工作做完 OK 这个通常用使用这个有效的技术 如果你用的对头 提高一个数量比是至少的 提高十倍的效率是至少的 对好 那么另外呢 因为有了VBA 所以它可以把你 以前手工做的东西 全部都大大的简化了 因为VBA可以自动化 它可以按照逻辑 自动跳跃 自动翻转 然后自动这个抽取 这个你需要的东西 所以它做得更加的 更加的有效 因此可以把我们的workflow 变得简化 那么它可以处理大量的数据 这个是我们人手工做起来的困难 OK 另外呢 它可以很轻易的 跟其他的数据员导交代 比如它可以轻易的 丢好几种数据库 就把数据弄回来 整合在一起 放到你的依照 产生一个consolidated的 这样一个report 这个我们在后面 给大家做 探讨这个效果 OK 因为是demo 所以我们没办法给大家 带大家去什么 安装那些环境啊 去做那些软件啊 这个我们做不到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demo 这些过程 OK 好 那么大家这个 拿到第一手资料 你大概也可以了 可以准备这个 就是如果你真有面试 有这么些问题 你说下周我就有面试了 老师 你给我讲解我这些东西 你够实吗 其实这个免税课的东西呢 当然你要会讲 也够你能够 能讲一阵的吧 我觉得 好 那么另外呢 可以把你整个report的 产生的过程 全部自动化 这个非常有效 好 下边呢 我们来看一看 以扫他的家族的产品 还有几个主要东西 跟他相结合 我们认为呢 你要想把以扫的优势 极大的发挥出来 尽力的发挥 那么你需要 有一些辅助性的功能 或者有一些辅助性的技能 跟他相匹配 那么第一个跟他匹配的 就是他的一个兄弟 他的一个brother 或者是一个siblings whatever 然后呢 是这个也是一个office家族的产品 叫access 这个access呢 跟以扫是同类东西 都是处理数据的 但是access所不同的是 access是一个小型的数据户系统 OK 他也跟以扫一样 属于office家族的产品 这两个的不同是 以扫是用数据户的方式 来处理数据 存着处理数据 而以扫是用这个二维的 这种表格来处理数据 所以他的效能 跟access是不能比 同样的数据量 我们在课上呢 在证据上有比较 就是以扫呢 我们在处理100万行数据 以扫大概如果迭代几次 计算比较复杂 预估他要计算 比如说两到三个小时 access只要几秒钟 就可以算出来 就同样的数据量 给你出同样的结果 OK 所以这两个的配合 经常是天衣无缝的 那么这个 各自发挥优势吧 OK 当然你不是说 所有的case都必须 加上access 那么如果你 以扫碰到了这个 我们叫bottomack 你碰到了瓶颈 那么你要解决的方案 可以想到的是access 因为access是配合 以扫安装在office里边的 它不需要额外的安装 OK 通常business都有两个 以扫的access都有 但是呢 反过来说 会以扫的人多 因为他容易学对吧 大家好 看不看不能会 access的人少 会access的人并不多 所以呢 在公司里面 如果你两个都会 你能通过这个access 把你所有的计算 整合和处理 那你是了不得的人才 OK 所以这个公司里边 几乎business的人 不大会用access 这会用一点 但几乎很多人不会用 他学不到本质 他不会用 因为access是个数据库 他不能像以扫那样的样式 OK 所以你要懂数据库 你必须懂sicle 这也是我们决定 最后一节课 给大家封装一下 就是让大家深入研究 sicle数据库 同时呢 我们最后一个 最后一节课 会突出一个VBA的case 通过VBA后台 整合大型数据库 和access 最后呢 通过一扫 把这个最终的report 一个consolidatedreport 呈现 OK 这个可以给他 做出这样的效果 那么好 那么我看看线上 还有没有同学在提问 这么多人问 是啊 他是不让你改来改去 是因为不让你改来 不是因为disable 是不让用 不是让你改来改去 如果VBAdisable了 谁也不能用了 不是公司disable的 是eSalt by default 自己disable 你可以把它引入 OK 这是第一个 当然 如果这个文件 是封装了 不让你改 那是另一个 有人是故意 把文件封装的 这个呢 就是他说 我把这文件 它叫做protected OK protected以后 你就不能改 你必须有password 他不给你password 你不能改 但是封装 disable这个东西 这个不是公司的 这是依扫自己的 他是为了安全考虑 它disable了这个 the default 但是你是可以 enable OK 这个我们在后面 会看到 等我们讲到VBA 会看到 不用着急 大家 然后呢 这个刚说 VBA是封装在 office里面 对 没错 准确的说是封装在 每一个office 下边的application里面 对 eSAL是office的 一个application 是它的一个 应用程序 没错 有eSAL就可以用VBA 不需要额版安装 是的 公司可以 可以禁用你 可以让你禁用这个 可以禁用这个VBA 它可以不让用 是这样的 但是 绝大多数的公司 都让用的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公司 比如说 我的 以前很多学生 各大银行 五大银行都有 他们都用这个 有的学生在什么HR 在比如Skosan HR有一个学生 他就是给HR 做数据分析的 那 他们全是VBA 后面都是VBA 没VBA 不能干活的 对 这个 所以 很多地方 公司那儿呢 他不懂 也没人会 他说咱也不用 咱就把它disable了 实际上 不是这个case OK 这个越大的公司 越复杂的地方 其实它越需要VBA 因为呢 这个数据量大 意味着你的business 就要依赖于这个东西了 因为数据量太大 这个case复杂的时候 就不行 好 那么就是 对了 是的 他可能有的人 需要有这个特权的 有权限 OK 这个就是 各公司的policy 这是一个问题 总体来说 这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 OK 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给你老板proof 你说我需要这个 我需要这个等等 你做好一会 你可以把它封装 就是不让人家 去把这个 车上去改这个问题 你可以的 但是 这个VBA是可以用的 可以用的 我相信在大的银行 大的场合 比较复杂的地方 你有几十万 几百万的数据 需要handle的时候 day to day 那么VBA可能是一个 必不可少的工具 这是必须要用的 可能你不知道 后面有VBA在软 OK 但是不是你软了 是别人软 因为你 你不需要踏实那部分 OK 好 那么EASAL呢 包括几个部分呢 EASAL包括这样几部分 一个是 这个最顶端的 我们叫做 Application 叫EASAL英文软件 这是一个软件 然后呢 第二个 Application里边 你可以打开Workbooks 然后呢 每一个Workbooks里边 可以包含有多个Worksheet Sheets里边可以有Range Range里边 Range的最小是Cell OK 当然Cell上边呢 每个Cell上可以apply的是 Values和Formula 这个OnCell 这个是为什么打信号呢 它跟它们不是这个 Hierarchy的关系 它是属于Cell的 或者说Range的这样一个属性而已 好 它不一定严格有这个从属关系 但这个是有从属关系 OK 那么EASAL Application从哪打开 Application从这打 你可以找到这个EASAL 如果它安装了 你就会发现这个Application在这 然后呢 你也可以从这去找 这个点在这 然后找这个Application 那么就是你点出这个 比如这个找这个 找这个所有的Application 那么你从这开始去取这个Application Office在这 OK 那么你可以找到这个 打开这个Office 里面就所有的EASAL在里面 OK 那么这是方法 那么打开这个S 打开这个EASAL 这时候你打开以后呢 它会launch这个EASAL 注意啊 这个时候你打开了谁了 是打开了EASAL的Application 你完全可以关掉这个Book 因为EASAL就是说 你一上来 你不是就是要handle data 要不你打开我干什么 对吧 所以它默认的 给你打开了一个空的Book 但这个Book 在词帕文件上是没有的 它这个空的Book OK 它就说反正你要handle data 我先给你打开一个 对 但实际上这个并不是说 Application长得这样 Application其实长得这样 这个是Application OK EASALApplication本来是这模样的 它是应该啥也没有才对 然后呢 你底下需要打开一个Workbook 你可以new一个Workbook 现在就出来了 你也可以open一个Workbook 从这儿去打开 OK 打开词帕上的一个文件 它是这样的 All right 好 这个就 就是跟大家呢 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了 OK 那么就我们这样呢 跟大家就是怎样 我们再说再处理一下这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EASALApplication的问题 那么打开以后呢 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其实如果没有default 那空的Book打开 这个上次应该的样 它就是这样 好 那么底下 Application打开Workbook 那么这时候 你可以打开Workbook 那么这个Workbook呢 是一个EASAL Format的Data 注意 这个Book 只有EASAL能打开 那你说别的工具 不是也能打开吗 它因为有EASAL的Driver OK 就是它底层 一定会有一个EASAL 这样一个小的component 帮助它打开这个 EASAL格式 这个格式只有EASAL认 它是EASAL格式的 好 当然EASAL 还有一些其他的扩展 比如有人还知道 老师我知道 还有叫CSV的 对吧 CSV不属于EASAL文件 CSV是个文本文件 不过呢 EASAL说 你只要满足我的要求 我也能handle这个 我也能打开 但那个文件 不是真正EASAL文件 它是一个文本类型的文件 叫Tax格式 OK CSV是个Tax格式文件 不是EASAL文件 OK 不过是说EASAL呢 By default 它可以兼容CSV的格式而已 那么 EASAL自己的格式 就两个 一个叫SOSX 像大家看到的 对吧 还有一个叫做XOSM M的是我们后面要讲的 M代表Macro Enable 就是说 如果你这EASAL文件 里有VBA 你必须要存成 SOSM的格式 这个格式的文件 标识了 这里有VBA code 或者有Macro Macro VBA 后面会讲这两个 总的事 什么是Macro 什么是VBA 对吧 有人就很弧度 说什么是Macro 什么是VBA 好 那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一下 今晚你乘了你睡着觉 这个查资料 这个Macro就是VBA 就是在EASAL里头 大多数情况下 大家把它搞混了 就是Macro 它认为这俩 Macro是另外一种语言 不是 Macro就是VBA 但是呢 在传统意义上说 大家把Macro 就是把EASAL产生的 这个VBA叫Macro 所以是EASAL Recording EASAL Recorded VBA叫Macro 而人手工写出来的VBA 就叫VBA OK 但是这两个 都是VBA写的 Macro也是VBA OK 这个我们大家知道 等候我们讲的时候 告诉你 怎么用Macro来 怎么用EASAL来 进入一个Macro 然后你怎么去读 这个Macro OK 这个最后你会打开 你会发现 Macro和VBA是一样的 它就是一个东西 Macro本来就是VBA OK 好了 那这个 下面呢 就是EASAL呢 一个format 另外呢 它是Opened by ESAL 当然你说别的工具 可以打开这个 那是立马 是我们说了 它底层一定有个Driver 它是因为扣那个Driver 它才可以打 对 这个跟我们这个 并不冲突 我们没有说别人不能打开 我们说它可以用EASAL打开 对吧 那么就是说 另外呢 大家知道的是 EASAL是把文件打开以后 它不是操作文件 它是把文件打开以后 把文件里面内容 全部漏得到内存里面 这个EASAL 所有的处理 都是在内存实现 它是漏得到 memory里面 用memory实现 所以如果你的memory比较大 另外CPU比较多一点 不是一个 有几个 你会发现 预行EASAL会快 就像我们online的server 我们上刚才看 我们onlineserver 有60个CPU 对吧 有些人说 老是这onlineserver真快 所以我在家里乱EASAL 比如乱几分钟 跟你这一下就出来了 一闪就出来了 我说当然了 你家里有几个CPU 他说我有两个 那就得了呗 你有两个 我们这里边有60个 相当于比你快了30倍 听你快 就是说 你那里边 乱一分钟 乱60秒的东西 我们这两脑都乱出 因为他会把你的 所有的任务切分 均分成了那么多份 均分成60份来做 你那只分成两份 这当然比你快了 所以这个 就是EASAL支持并发的 它叫做multithreading 并发的 他把任务切短 如果你数据量大 他把任务切成一段段 然后分配给所有的CPU 一起一段 这是他的一个功能 这个做的 也是很聪明的设计 anemies 然后呢 这个就是 其实理论上 也不是他做 他是把这个任务 扔给了这个电脑 电脑系统 是做这个多线程的 这种分布的时候 它是分配在每个CPU的 OK 那么 下面呢 它一个book 可以包含多个sheets 那这个怎么理解呢 我们现在打开这个sample data 在哪里呢 sample data 如果今天拿到 大家拿到链接一会儿啊 就可以在网络上下载了 这个sample data在这 这个不没完啊 这只是今天 给前两截更用的sample data 我们第三第四 还会不断有新的sample data出来 OK 还给人家upload 这个文件呢 你下载就可以了 你可以在这打开 但是没有入 它这个不能够编辑 所以你需要在这 就需要这个download 因为这文件很大 五兆 看了吗 你可以right click 然后download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下载到本地了 OK 然后呢 这个 然后这个下载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 就是打下载 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文件 你搁到你的目录下 就行 建议大家自己建一个目录 比如像我这个一样 所以移到标准 20小时 然后你建立一个目录 把东西搁到目录底下 然后呢 这个所有东西 扔在这个目录里边 以后你要想备份 想copy到USB上 然后或者 按照自己的这个drive上 对吧 你还dropbox 什么想存起来online 那么你把它eatsit 就压上去 就很方便 对不对 你要不然扔的 到处都是很多人喜欢 这个是很不 很不习惯的一种方法 不过呢 professional的方法 和就是professional的人 和不professional的人 做这件事情 一眼就能看出来 就是professional做事很有章法 什么事情 它都是很有规矩的 组织性很好 没有不professional的人 做就是一看 它不熟这种东西 就是下载行 扔到那个desk up的一个 一会扔到那个上面 扔到my document的一个 扔到download的一个 到处都是扔的 最后你自己都找不到 哪个是哪一个 或者找一个东西 找办法找了半天 因为你不说 哪个是最新的 到处都是扔的 对吧 所以这个显然 就是工作起来 没有章法 这人一看 这个不是e-curious OK 就是我通过你的干位 知道你不会 OK 或者你干的不熟 这个肯定是 因此呢 这个这样就有 所谓不好 因此呢 我们说从 你别等上班了 看着你露馅了 就麻烦了 对吧 所以这一开始呢 大家建立好 这个良好的习惯 OK 我们是professional的人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要做professional的工作 那么就从一点一滴 培养自己的这个 这个qualification OK 好 那你先建一个目录 先建 然后把它下载以后 分别解压 它就在这 上面的里边了 进来以后呢 然后打开这个sample beta 我这两个就在里边 好 那么进来以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开 Fill呢 说XLXXLM有什么区别 从数据的角度说 这俩是一样的 但是XLS不允许有 不允许有macro 或者不允许有VBA在里边 然后XLSM允许有VBA在里边 M叫做macro enabled OK 所以如果你看到 有XLSM的 说明这里边有VBA 如果你看到XLSX的 这里边一定没有VBA 因为如果你存成这个格式 你使用到自动把里边 所有的VBA code全部删除 OK 所以很多公司 为了安全考虑 它允许你发XLS格式的文件 不允许你发XLSM的格式文件 通过email发 它不允许你发 为什么呢 这个macro文件 当中下了一打开的瞬间 你可以设置一个机构 以后你学会 你就会干了 它可以把你当前电脑的东西都读出来 然后抠走对吧 当然如果这个macro enable 如果不enable那 那肯定要enable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说 它可以把这个macro enable 然后同时呢 它也可以运行了 因此呢 但不管怎么说 现在很多公司呢 就是它 特别是从外面 公司以外 这个email发来的 发来的这个东西 如果里面有attachment 带有这种什么macro 这种东西 它都不要 OK OK 好 这两个 一个是带有macro 一个是不带macro 就是一带VBA 一个不带VBA 这个是不带VBA的 不带VBA可以带有计算吗 可以带这个 以造计算公式什么 可以的 那些不引起任何混乱 没问题 但macro例外 对 好 那底下 我们就随便打开一个文件 比如这个文件 你打开 它这个相当于是 做了什么工作了呢 相当于是 先launch了 这个以造application 然后再告以造application 说给我open这个file 所以现在这个文件也open 那么你会看到这个文件 有两个sheet sheet在底下 OK 有两个sheet在这 好 还有两个sheet 对吧 那么这里边呢 那么就是这两个sheet呢 分别存是不同的数据了 通常情况下 第一行是hiding 一般是这样 第一行是hiding OK 我们说的是数据啊 我们不是说的报表 报表不一样 报表可能什么中间空间 这还有什么大小写字 什么之类的 这个报表 设计它是一页 你可以打印的 对 然后你填数 它就不断往这上面去 做这数 这叫做dashboard 有的叫做summarize the reports 等等这样的 这种的技术 叫做esalt template 或者叫做templated result templated result 意思是说 它用一个东西构造 然后呢 另外一个sheet出report 这个report设计好的 printable的 然后呢 这个上边 比如说 这一组数据是从哪算上的 这个数据从哪算上的 那数据算上的 它算好几个report 然后数据从不同地方算 那么这个数据 最终的你的作用 就是把一种填上就可以 好 那么下边呢 就是这个里边 这个就是这个数据了 那么底下呢 我们就是说呢 这个数据 好 那我们现在再跟大家说一下 有三类 既然我们有三类东西 一个是eSalt 一个是这个eSalt的 就是eSalt基础应用 对吧 第二是eSalt高级应用 第三个是VBA 那我们这个课程 focus在哪个level呢 其实我们focus在VBA OK 因为VBA才是eSalt 真正难学的东西 其实其他的东西 大家可以学会 不过呢 我们会从基础的东西 给大家讲起 就是一点一点介绍 因为eSalt呢 有hundred of features 如果我要照一本书一样 把所有的feature 给你demo一遍 这个一点价值都没有 因为很多课上 这个我都知道的 很多课是这么开的 最后开不起来 没人了 因为这个课 真的你不需要这么听 OK 你不必要浪费这个时间 你拿一本eBook 当中的自己练 两天都练会了 所以这个基础的功能 不用这么练 那你说你干嘛 他要讲这个呢 我们这个讲是为了 给以后VBA做铺垫的 大家会发现 我会领着你 不断不断不断进行 逻辑思维 OK 进行思维 那种计算 什么点上那 按一下那 那个不是思维 那是对这个工具的 使用程度 那个东西呢 你拿本eBook 可练上两天 你全会了 这个真的不难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有一种 你练完了当时会了 你要不常用 很快就挂了 所以这个 因此呢 那个就是如果啊 你看到什么 什么上的 什么胶这个胶那 那东西呢 其实真的不是那么难 如果大家想去学 我给你找二种 一步你下来 你自己去练 很简单 因此呢 这种什么 什么一键搞定 那种东西 那个我不认为 是上课的重点 就是而且你也不 你也不必要 浪费时间去学那个课 OK 那个课 你拿本eBook 自己怎么练回 所以我们这个课 讲的是什么 什么叫精华 精华是说 第一 你自己学起来 效率低 第二 这些东西 我们给你总结好了 你拿起来 很快可以Pickup 这个才叫精华 OK 所以这个东西 才是大家需要上课 有必要上一个课来学的 如果你是很简单的 动手就操作那东西 那你真的没必要浪费时间 这样当 到微软的网站上 当了一会儿一步 你练了就回 那东西没什么 所以 但是那东西 你练回了又怎么样 你还是进不到 上一个下一个阶梯 因为那个阶梯 那个是停留在表面的 什么叫表面 就是visual 这种 就是visual thinking 就是我们叫做 叫做视觉思维 或者叫做什么 叫形象思维 OK 那么技术 就需要另一种思维方式 叫逻辑思维 或者叫抽象思维 OK 好了 那么 那么我们呢 就是可以在这个 看这个 看这个东西了 那底下我们就开始 给大家看这个资料 好了 那基本上呢 现在我想也过了一半时间 我们七点开始 现在八点半 那我们要不然 这样 我会不会还有个小节 我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休息一段 然后我们开始第二个 好吧 好 那么这个 这个visual有两个sheet 在底下 对吧 这个文件有两个 但visual有很多sheet 可以最多有多少的sheet field over walls 就是裂 over hang 就是它是先说裂 裂然后行 这个西方中 我们刚好反着的 我们先说是横 我们叫横平竖直 对吧 中文是横着先说 然后竖着先说 但西方都是竖着先说 然后横着再说 就好像他们先说这个 我们先说东西再说南北 他们先说南北再说东西 对吧 对吧 我们说这个 这个东北方向 他们说northeast 这个反 刚好是反的 所以这个有点 有点怪 那好 那么以上 每个sheet 有这么几个大的 这个方向 最底下 最顶上的这个 叫做quick access bar 就是它用一个 快速点击的 这样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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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快捷键 你按一下 它就崩 比如打印 按一下崩 就跑跑打印 你就不用从南北里 去选 print什么 再去找 这个是自己可以customize 就是它 default有许多这个button 但你可以自己customize 你说我选 我不需要这个 但我需要额外的结构 我需要新行用 你可以自己customize 这个在点这个view 点里面可以设置 就是可以设置这个customize 在底下这个option里面可以选 OK 那么后面我们会给大家简单介绍 一些选的东西 但这个其实还是那样的 这个并不是特别特别的 OK 我到时候给你damp一下 你就会了 那么第二个叫做ribbon ribbon是什么意思 ribbon是一个 是一个怎么说呢 ribbon is a panel that holds all related features 就是ribbon是一个 一个面板 它呢 组织了一些有关的功能 放在一起 比如这个ribbon 叫editive ribbon 它里面所有的这个都有 跟editive有关 你看都是些什么配置啊 什么这个 左对齐啊 什么这个移动啊 什么上下 这个功能有关的 所以它是跟这个编辑有关 OK 然后第三个 底下的第四个 第三个 第三个这个bar 叫formular bar 这个是我们用完写formular 这个到时候我们就很快会用 就是写formular 然后中间这个大家伙 grid 这我们知道 这是放数据的 对吧 没错 最底下这个叫status bar 它可以显示这个status 这个有时候会有用 基本这么不大 那我们主要用哪一个 其实我们主要用的是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最大的是这个 grid 这肯定要用 因为它涉及到数据 对吧 第二个呢是grid的配合 这formular bar 加上上面这些 这些操作 这些ribbon 我们会通过控制不同的ribbon 来选不同的功能 因为它上面有很多 快捷的功能可以用 好 那么 那么有人说老师 以色我看到有人用的键盘用的特首 这个这个没关系 你练练你也打到 你就经常练就行了 那东西不用背 你就找老练老用 一个东西重复20遍 我不信你记不住 你肯定记住 对吧 但是反过来说 你练了好几遍 有一段时间你不用 你就忘了 就这么回事 所以呢 每个人都每个人习惯性的一些 常用的这些快捷键 我们叫做short cut 就是快捷键 那么每人都每人擅长 这样一种用法 好 那么range呢 基本就在一扫上面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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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取一个rectangular 它叫一个巨型 这个range呢 可以是这个 刚刚我们说了 range可以是一行多列 也可以是多行一列 也可以是 所以说可以是one field many rows 也可以是one row many fields 所以这两个都行 当然最小是两个都是一 那么就是一行一列 就是叫cell 所以cell是最小的range 因此cell跟range是等下 这俩是一回事 你也可以说 一个range包含多个cell 比如多个cell组成 但是每一个cell 就是一个range cell跟range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属性是一样的 它是 它是一行一列的range 好 那么range是这样的 那么后面还有一些 小的一些介绍呢 就是关于cell一些限制 刚刚我们说了 你可以呢 这个 它需要一个 这个 它需要一些限制 第一个 它需要多少限制呢 需要这个 就是一个 一个workbook open 可以open多少个book 这个没有限制 我们刚刚说了 一个book和一个geg 那不超过一个geg 可以用的 这个geg不是说文件 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达到一个geg 几乎就不能用 但这个远达不到geg 通常ecell在几十个mag 就已经很大了 就是说 它漏到memory 它不是几十个了 它因为它展开以后 可能这样的数据要比较多 这样的地方 OK 这个是由ecell 自己计算出来的 不是我们说的 当然这样多少 就是说 这个是根据它的计算 得出来的 这个比较重要 每一个worksheet 我sheet不是放data的吗 对吧 这个field over rows 每一个sheet 不能放超过 1.04个mill 你可以大家 大概简单记得 就是一个mill 100万数据 就是100万行 是每一个sheet 可以最多放的roll number OK 那现在我们给你一个命题 你马上就看到问题了 我这个文件 刚才我们说了 你的老板 周一上班说 这是上桌所有的文件 那个谁谁 这个Jackie这里边休息 你帮他做一下report 以前都是他做的 结果你也没弄过 对吧 给你100多万数 他说我需要这个 结果你打开文件 你看加起来 你加起来200多万数据 你放excel 直接做不下 怎么办 对吧 这个首先现实问题就出来了 所以这里边呢 你就知道怎么导 导这文件 那不累死人了 对吧 这个手工就有问题 所以这些如果要是手工作 一定是需要 那么另外呢 就是它最长 长度的 这个Collins 这个有了极大的升级 跟旧版本 这个现在它可以支持到 16000个field 那么每一个field 相当是一个属性的 比如说first name last name 比如说ship city ship country 比如说你的address 比如你的门牌号码 postcode 这些都是属于column 对不对 那这一column 连上去可以连很多 那么就是这样 剩下几个呢 都不是特别的重要 然后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是 每一个cell上 可以放的值 就是一个cell上 最多搁的值 不能超过376级 最多376级的值 然后呢 是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hider 是ecell hider 不是顶上那行的hider 是ecell自己 可以做个hider 就是这个顶上那头 可以做个hider和folder 这两个不能超过 这个其实运动不大 那么还有呢 就是 这个可以呢 这个它最后 可以记录一个 就是你没修改一个数据 它可以退回去 这个叫做undo 叫undo 就是rollback 退回去 就是你改多了 或者删多了 它记录你所有的路径 但它最多记 最近的100个 OK 就是你最100个操作 它记下来 它可以undo 就是退回去 undo是用controlz 之后我们待会 我们就看了 因为呢 我们只有20个小时 我们说的是 75小时压缩下来的课 所以其实课程中 是很紧的 所以我没有特别多的时间 所有的detail 都要一步一步给大家bamble 我们只是呢 因为这个是 怎么说呢 其实说直白一点 送客们是把所有东西 集大成 然后给大家一个sense of how 或者说what it 所以我们叫精华 精华还一个意思是说 它集大成 它是一个highly summarize 把它的所有不能 集成在这20个小时 给大家讲一讲 OK 就这个意思 如果要detail的 这不是detail 不是精华 detail是正式课程 那才是detail OK 所以大家不要误解了 第三个呢 是说最后一个 我们说数据有类型 关于数据类型呢 这个只有几页 我们讲到 一会儿我们就开始做这个 休一会儿 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数据了 那么类型呢 我们可能现在还体会不到 不过呢 你大概可以知道的东西是 eSense在处理数据和计算数据的时候 他一定要知道怎样处理和怎样计算 而这个tau决定了 这个你eSense是怎么知道的 所以它是通过数据的类型知道的 eSense好像大家用eSense 从来没觉得有数据有类型 对吧 但实际上不是你不知道 是因为eSense不需要你知道 它有个default 它自己它认为是啥就是啥 是根据你输入的数据 或者数据的来源 它自己决定的 但有时候这个决定不一定是对的 这个虽然很多时候还是对的 但有时候不一定是对的 好了 而且这个决定有时候会导致致命的后果 当你把这个数据跟别人交换的时候 当别人用你的数据可能会有问题 到时候我们再看 所以呢 数据 这个我们说这个data pipe does matter OK 它matters 所以下面呢 就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吧 为什么要举一个数据的例子 比如说 以Sense知道数据 他就知道 1加2我可以知道它等于3 但是你告诉我一个A加B 我就怎么加爱的加法 对吧 这两个字母怎么加 这就有问题了 所以你再告诉我 你要干什么 拿这个 对吧 同样的方法 做比较的时候 他知道100大于9 但是你要说 用这个类型 它9就是大于100 这个很奇怪 对吧 这个确实是这样 OK 这个 那么在后面 我会看到这个东西 那底下呢 就是数据 它不是不care类型 是care的 是因为我们不care 所以呢 那么我们不care 以色列有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没有care 它并不是总能做对 有的时候呢 怪怪奇奇怪怪的 但虽然出来结果 但是你 你大概 你肯定没觉察 真正懂这个business的人 说你的数据出来 是不对的 所以你很诧异 说我们没问题啊 以色列没报错 都算挺好 是吧 当然是有问题 OK 那么以色列 by default呢 支持这些类型 这些类型呢 都是一些基准类型 OK 就是说最常见的 这些 那么我们作为数据来说 跟数据打交道 最常见的 就是这三种类型 第一种既然是数据 它一定是numeric 对不对 numeric呢 根据这个 根据你handle的数据的 这个种类 它有这么几种 就是基本上啊 我们这儿呢 就是这个例子啊 当然后边还有 还有点点点好多呢 这个只是说举例子 这个就是比如说 一字节by default类型 还有int 还有long int 还有xlong int 后边还有小数点 什么currency 一大堆呢 这个 这我们就没有都写 但是后面一大堆 我们会给大家 慢慢去看 OK 好了 关于类型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进入 下边的动手环节了 前面的知识准备 就到这为止了 那今天呢 我们 我不说我们可以 把它做完啊 但是没有做完正好 我要做一半的时候 留着大家 大家回去预习再复习 那么今天我们有 因为资料发出了 大家可以预习加复习 对吧 大家可以把这个复习 后边再做这个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前一个半小时 结束了 后边还有一个小时 那我们这样 我们休息一会吧 好吧 这个现在是8点40分 我们休息五分钟吧 8点45分回来 好不好 大家去去上洗手间 或者接点水 然后我们回来呢 把后边呢 将近一个小时讲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次 我们下期再见